欢迎来到赵旅所事 前不久呀 我们做了一期节目 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 不是美国绿卡呀 是中国绿卡 同样啊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 最难拿的签证之一啊 恐怕就是中国的签证 因为今天真的有很多外国人 想到中国来 想在中国居留 想在中国工作 然而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中国政府 不会轻易发给我们的绿卡的 但是当然 在几十亿的外国人中间啊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个特殊群体啊 我们称之为华人 又叫华仪和华侨 是这样的 一百多年来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儿女 散步到了海外 在今天的北美 在今天的欧洲 在今天的东南亚 几乎到处都能看得到华人 华侨 华裔的身影 甚至有一个统计说 即便远在澳大利亚那样一个国家 都有5.6%的人 有着华人的血统 所以今天 祖国大陆 给所有华人 一项优惠政策 只要你拥有华人的血统 你就可以获得一张 为期五年的中国绿卡 为什么要给所有的华仪 这样的优待 因为在我们心中 不论他已经加入了 哪个国家的国籍 他的血统是没有变的 从历史上看啊 所有的华仪对中华民族的复兴 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我们随便拒两个历史时期好了 第一个历史时期 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咱们清楚 抗日战争打了整整14年 在这14年间 整个东南亚 整个北美 整个欧洲的所有华侨 都在积极主动的 为国家捐资捐物 因为很多华人华侨清楚 虽然他已经加入了别国国籍 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个母国的概念 很多华人华侨 是不能看到中华民族 沦陷于他人之手的 第二个时间节点 70年代末以来 我们搞了伟大的改革开放 今年是2018年 恰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 很多海外媒体研究都说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 能够如此成功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在中国刚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从海外汇回来了大笔的资金 建立了大量的工厂 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 带来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让我们的经济一个很短暂的时期 就达到了起飞点 而这些大量的资金 都来源于海外的华人华侨 可以说 没有海外华人华侨的努力 没有他们的资金 技术工厂和市场 就没有改革开放 这么顺利的起飞 甚至有人还拿中国和苏联的情况 做了瑞比 实际上讲 苏联搞新的经济形态 也没有比中国晚多少年呀 然而苏联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华人华侨 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没有这么多心向祖国的同胞 使得苏联的经济改革 非常不成功 而今天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 我们或许已经不太需要 海外华人华侨的资金了 但是我们应当体认到 很多海外华人华侨 是希望加入到祖国大陆 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中的 因为大家都发现 今天全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 就是中国 所以今天也到了我们 回报海外华人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给海外华人这样一个优惠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就是这样偏心 只要你拥有华人的血统 你就可以获得中国的绿海 你就可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天地中 大有作为 我们下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